疯狂的河马攻击狮子攻击猎豹 大嘴河马 看见是不太高兴 眼珠子能看出来 快速的奔跑 这河马速度也挺快 猎豹 一口咬住猎豹的脑袋 这个有点夸张 猎豹是世界上陆地上奔跑最快的动物 居然被河马一口咬住脑袋 接下来看看狮子 招惹河马 这脑瓜子嗡嗡的 接着来 全是内伤 这只狮子死定了 这咬河力相当强大 这猎豹醒了 脑瓜子迷惘半天醒了 现在是整个狮群在攻击河马 这小端腿跑得也挺快 河马是皮操肉厚 身上的皮像盔甲一样 要不然找废了 哪能架住狮子这么整 它们在消耗河马的体力 这一带狮狮成功了 够整个狮群吃上三天的 三吨重的河马 这个狮群干就干大的 看看现在河马身上变体磷伤 赶紧下水 只有在水下你是安全的 太聪明了 这个花豹挖得太嗡嗡的 太起不来 这个内伤有多么强大 河马的力量 谢谢老铁曼 狮子大战水牛 看看共同的水源 先把喝饱了 然后再进行一场厮杀 水牛也准备好了 水牛本身就是一个暴脾气 不认输 仗着它们的数量强大 非常的齐心 狮子呢是百兽之王 经常在水源附近等待猎物的出现 开始进攻了 正常情况下 一只水牛可以对付三只石子 单打独斗的话 石子很难狩猎成功 看水牛群反杀回来了 营救同伴 只有老弱病残 它们才不会营救啊 包括小的水牛 它们更会营救 看看这个力量多么强大啊 吃个呀 只能智取呀 不能硬来呀 这一下干的狠的 直接把石子挑起来啊 看看直接把石子挑飞 再来一下 干的狠啊 终于报仇了 狮子狩猎失败啊 疯狂的鸵鸟 大战花豹 大战狮子啊 看看这鸵鸟蛋 个头真不小啊 猫肉啊 在偷鸵鸟蛋 成群的猫肉啊 这个母亲鸟鸟发现了危险 拿不动啊 这个鸟鸟蛋 这一个鸟鸟蛋呢 也能饱餐一顿 黑背财狼 这个猴精猴精的 黑背财狼是很聪明的 还是没有拿动啊 一个没有偷走 鸟鸟妈妈回来了 鸟鸟挺能铲淡呢 这一窝可不少啊 看看这猫幼啊 全部回入洞穴 鸟鸟啊 是练腿上活的啊 它是世界上唯一的两只鸟 脚趾啊相当的锋利 像镰刀一样的 踢到身上一脚啊 那绝对是半死啊 看看这猎豹啊 不敢靠近鸟鸟 需要三只猎豹才能狩猎一只鸟鸟 一对一的话 根本干不过鸟鸟 而且鸟鸟奔跑起来的 时速啊也相当的快 猎狗也参加了这场战争啊 猎狗就是坐收渔翁之力啊 鸟鸟妈妈赶走了猎豹啊 鸟鸟妈妈赶走了猎豹啊 这鸵鸟也是暴脾气 但是干不过狮子 结果被狮子给拿下了 蹬腿的 一旦倒下 鸵鸟就废了 狮子狩猎成功 花豹绝对是狩猎高手 猫科动物当中 它排行老大 我们看看在这个干旱的季节 花豹狩猎鸟鱼 干一身泥 这大鸟鱼可不小 很难制服 身上相当的滑 它上树的本势相当强大 在树上可以轻松的狩猎肺肺 再有一点 在树上可以观看远方的猎物 发现了猎物 下树了 今天花豹的熟猿目标 豪猪 看看两只豪猪带着小豪猪 这个场面很难见到 豪猪身上的刺相当锋利 一旦扎到肉里面很难拔出来 它是在倒虚勾的 轻轻的一摆动 就像刀一样 把花豹的脚直接干出血 现在两个爪子已经红了 就为了吃顿饭 真不容易 弄不好把小命都搭上 母豪猪带着两个小豪猪已经走了 现在一对一 这个刺扎到嘴上很难拔出来 一只成年的大豪猪啊 也能够花爆美餐一顿的 挺肥的 估计豪猪肉一定很香很美啊 要不然花豹不能付出这么大的努力 最后扎了一脸的刺 也没吃到豪猪肉 费了劲了 干一身刺 惹一屁股骚啊